今天我要分享一本改变我很深的书 当然我们说除了圣经以外 圣经当然是影响我们最深的一本书 也是最根本的 但我要分享除了圣经以外 影响我很深的第一本书 我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世界观的故事 他的作者是Chuck Coulson跟Nancy Pierce 主要当然我们都是以Chuck Coulson为主 他的英文名字我觉得是更贴切 英文名字叫How Now Should We Live 就是我们如何存活 我们该如何活着 他是从以西节书33章那里提到的 我为什么会对这本书这么有兴趣 或者是他为什么影响我这么深呢 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一直在教会非常的投入 高中的时候我就参与很多的侍奉 但是我就是发现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那么全力的摆上 可是世界好像越来越远离神 那我们不晓得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 我一直就有一种不满足感 后来在2000年左右呢 我读到的这本书是在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中文本 就真的给我的很多 我一直在寻找的问题都给我解答了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Charles Colson 他呢 如果你在美国住了久一点 我想你都听过水门事件 在尼克森当总统的时候 他原来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学法律的 又是担任过陆战队的服役 他在38岁呢 就当了尼克森总统的特别助理 而且号称是他的筷子手 就是他愿意为尼克森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他就卷入了水门事件 因为水门事件 他就入了监牢 可是神就是这么奇妙 在人进了监牢以后呢 他就信了主了 信了主以后他出来呢 他看到监狱里面的一些需要 他就成立了监狱事工 我想很多人也听到他这个事工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 但都发现说 为什么人会犯了错 基督徒监狱里面 就是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 那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呢 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 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 世界观的故事 其实呢 每个人我觉得都可以读这本书 甚至你是非基督徒 什么叫做世界观呢 根据统计呢 美国有很多基督徒 但是有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 确实少得可怜 那你说觉得很奇怪 那什么是世界观呢 而且你就又看到最年轻的这世代呢 又越少 大概百分之二而已 那他们是怎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其实就是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而已 上帝存在吗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世界怎么了 就是这些简单的 还不是说真的活出来 那很多时候 一个人他居然说信了耶稣以后 可是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其实都没有正确的了解 所以就可以发现 为什么今天一个人 虽然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了 可是对很多问题 他的思想观念呢 还是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夏克森就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了 他说近几十年教会最大的失败呢 就是没有把信仰 看作一种生活的系统 包含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哇 你说是吗 是这个样子吗 你看他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无法来面对世界对我们的挑战 比如说今天 当我们的孩子到了学校 学了很多进化论的 回到家里 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从信仰的角度 特别现在 整个社会 整个教育 充满了很多敌对神的 这些思想观念 我们怎么样去来 做护照的回答 第二个 我们不知道如何 或者说失去如何分别为胜的能力 没有发现很多时候 除了基督徒 除了去教会以外 好像我们的生活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 第三我们失去了上帝设计的美丽和深度 我想大家在结婚以后 生孩子你会想到用参照圣经吗 你今天要成立一个公司 你会去看圣经怎么做吗 你要成立一个国家 你会看圣经怎么说吗 这些都是我们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之中我们就被世界的海啸所淹没了 其实特别过去年 因为疫情选情正情 我想很多人都让基督徒醒过来 我真的希望你应该醒过来 这本书在20年前把今天的问题已经都讲出来了 就好像先知一样 所以其实我2000年读到这本书以后 我在2004年就跟他上了网课了 那时候他还活着 那时候的网课不是Zoom 我们是用打字的 然后他还有一次来跟我们线上的回答问题 我还在线上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都还把那些都留下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很想赶快的把这些书里面的内容介绍给大家 因为就好像说你看到那个火车 他一直在跑已经要跑到悬崖了 有人已经点出来了 但是大家还是在火车上很高兴的唱歌跳舞 不晓得这个火车是跑向悬崖的 下抠神就好像那个人在跟你指着说 有危险有危险 可是看到人听见的还是不多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这本书在做教材来上这个课 特别我就很简单的把他书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就提到教会我们很注重的都是大使命 传福音 没错 非常的重要 把人带到教会来信耶稣 可是大使命里面也提到说 你春父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那到底这些事要遵守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文化的使命 当神造了人的时候 是给人有一个目的的 就是要生养众多片满全地来管理这地 你要发现现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都有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你都看到说信仰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 也不是只有个人的 而是关乎万民的 那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就叫装备信徒能够展现基督教 作为这种圣经的世界观的生活的系统 然后呢 把握迁行的机会成为神的使者 建造新的基督教文化 因为这本书在1999年出的 刚好要2000年出来 所以你看是有两个层面 就是要装备然后活出来 信仰不是只是在主日学里面听一听而已 你讲你的意见 我讲我的意见 而是要活出来的 所以特别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这个环境 我们都知道教会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挑战 那它里面就提到说 现代福音派的长久以来的弱点就是 我们在文化仗上不断的失眠受敌 却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仗 我们没有任心藏在文化冲突 根源底下的世界观 这种无知使我们注定会失败 所以不单单是关乎到我们个人怎么活 更是关系到整个教会 怎么在这样的世代 我们来为神国来做见证 思想会带来后果 真的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而且也是一本书的书名叫 Ideas have a consequence 你今天会要来听这个讲座 你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后面有一个世界观 或是一个思想在导引着 那个思想会渗透到我们的思维 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会感动我们的心 至终就受造的文化 其实这个文化的影响力太大了 而且是不知不觉的 为什么当一个人到了美国 你就会生活比较舒服 或是比较自由 或是某种方式 因为这里有这里的文化 你到一个新的国家 有一个新的文化 我们要向以撒迦之派 要通达失误 才知道以色列人所当心的 而且成为领袖 让其他的弟兄 都能够听从他们的命令 圣经是不变的 但是在每个世代 基督徒都面临了 不同世代的挑战 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 来知道怎么样 在现今的世代 是什么世代 然后怎么按照 圣经的世界观来活 所以我们的世界观 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我常用这个例子 再这样还有几个 或许你们可以回答 当你看到苹果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青苹果 你看到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 喜欢画画的 你会看到这个 他怎么画的 这么写实 有影子 有什么 有些人可能是做 原意的 然后你就会想到说 你怎么样来 种这样的苹果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同样一件物品 你看到以后 因为你不同的世界观 就会带出不同的行动 所以就是 这个例子来看到 你一个看见 一个世界观 会带出不同的行动 那就会影响我们的 个人的行为 甚至影响世界 所以他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世界 所有信念的总和 直到我们日常决定 和行动的思维体系 其实每个人都有 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 那这个世界观 是深藏在底下的 那Chuck Coulson 从四个角度 来看这四个问题 我觉得这四个问题 非常有帮助 让帮助我们 从这四个角度 来看任何事情 或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在做护教的时候 你可以同样 用这四个问题来看 第一个就是创造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第二个 墮落 这世界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就可以 我们说创造墮落 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看法 那如果是非基督 他们可能说 也会有他们 这世界怎么来的 对不对 那也会有解释说 这世界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做比较 然后怎么修复 最后才怎么去复原 我们该怎么活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就跳到救赎 你需要信耶稣 但是一个人 如果他不知道他生的病 他怎么知道他要信耶稣呢 那如果说再上去 他如果不晓得 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 他重管一切 那他为什么要信神 所以这些是一个 帮助我们 理清我们对任何事情的一个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在分享这门课程的时候 在每个领域 我们都是从这四个方面来学习 比如说第一个 他就提到说 我们常常在信仰里面 常常是个人的关系 但是更重要是一个世界观 不是只是个人 不单单是个人跟神的关系 比如说创造 创造这个起点 决定的未来的方向 这个太重要了 我再给你看这个图就好了 今天所有社会的问题 不就是这个吗 你是要从神的话呢 就能创造法律婚姻 今天另外一个世界观 就是人 然后带出来是进化论 底下的这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你不能只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只是在打上面那些东西 同性恋问题 堕胎的问题 但是却没有达到根本的底层的世界观 所以 反而呢 我们自己的 神的话语被拿掉了 你要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在跟人家做辩论的 或是辩证的时候 你不能拿圣经 那你不能拿圣经 那整个你就瓦解了 所以你 我只是 在这些他书里面所写的 很有意思 他说 只要达尔文主义管辖 我们的学校和精英文化 基督教世界观 就会被视为 阁楼上的疯女人 不理性又不可信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再容忍 自然主义 把科学视为神圣殿堂 在那里 他们的个人哲学 不受挑战 我要提一下 就是说呢 大家以为看 好厚的书啊 而且呢 里面很多好像也有很多不少 讲到哲学 讲到些什么 不要害怕 我开始读的时候呢 是没有中文版的 但是呢 他真的是很 很简单的呢 把一些很复杂的观念 给我们讲出来的 所以这种不是像一个教科书 我甚至拿来用 给十几岁的初中生做教科书 他们都读完了 OK 而且里面呢 他每一个段落之前呢 他有五个部分 每一个主要段落之前 他都有一个很精彩的 真实的故事 你单单看那个故事就 让你痛哭流涕了 这也是说为什么 今天故事的力量很大 你可以一直讲说 这个观念 那个观念不好 但是当你透过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表现出来的时候呢 那种说服力 就大超乎于你讲的那种教条 所以我觉得 Chart Coulson 他把这本书写的 那个用这些故事把它串起来 那些每一个故事呢 其实都可以判成一个 微电影了 所以呢 不要因为这本书呢 这么厚呢 你就害怕了 那其实是因为 它包含了太多的东西了 常常呢 只是谈到这个 John 3.16 但是更重要 我们要回到创世纪 因为现代的人呢 是拒绝神的人 你要先跟他告诉 他们有神 有创造 而不是不能一下子 就跳脑说 你要信耶稣 每一种世界观 都是一张 关于的现实的地图 是在世界中航行的指南 我觉得他这个观念 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现在好像在这个市面上 或者说世俗里面 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主义 那这主义听起来 其实好像都很好 比如现在我们在学校 在社会里面常讲的 社会主义也好 共产主义 听起来都非常好 但是呢 它合不合乎现实 能不能活出来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 Chuck Colson 用这个能够活出来 这样的角度呢 来为信仰来辨证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很重要的 一个给我们的帮助 再来你讲到 世界从来来 那就决定了 我们是谁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这些 他都有探讨这些事情 今天我们对人的看法 就决定了谁生谁死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堕胎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 就是到底人是谁 我个人觉得 这本书的好处就是说呢 它不是一下就说 好我们今天来谈堕胎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问题 而是从底层的世界观 来回应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给我们更清楚的一个picture 那你知道了 世界怎么来 人是什么 你还能看到 到底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 世界会有贫穷不公益种族问题 是大家都看到这问题 但怎么解决呢 所以呢 这个书里面早就提到了 像为什么 整个现在 整个年轻人 都很投入这个social justice 在二十几年前 Charles Colson就提到的 他就说这是一个 伟大的现代乌托邦的神话 这些思想观念 其实已经进行了好久了 背后就是人的本性是好的 并能够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基础 所以呢 我就这里就不多了 让你们自己去读了 或是说呢 明年呢 我也会在这个宣教室神学院里面 来开这个世界观的课 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 大家一起能够读这本书 然后一起来讨论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读到这本书早就想跟大家说了 那刚好去年因为这个种族事情的时候 很多父母忽然间醒过来说 为什么我们孩子跟我们的想法观念不一样 他的书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第三个就是救赎 你很有意思 这是他书里面提到了 他说呢 今天的这个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的翻版 新演员 旧情节 那在马克思主义提到的时候 他是 谁是被压迫的 无产阶级 工人被压迫的 谁是压迫的呢 资本家 那现在呢 新的演员上场了 妇女 黑人 LGBTQ 是被压迫的 谁是压迫的 白人 男性 异性恋 甚至你在家上教会 他在20年前这本书都提到了 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 社会会有这个情形 早就 说明了 说实在的 我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 还不想到 没有想到今天会演变成 这么厉害 所以 有时候就是先知的角色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 你可以去证明 这是1999年印的 里面这些东西 他都写出来了 最好的一部分我觉得呢 是 告诉我们 我们该如何活 我们可以去学很多不好的 这些要避免 是的 但是 当我们知道以后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活呢 怎么复原呢 那我就 把这个连接到七三的观念 就是说呢 这些领域呢 我们都怎么样能够来用圣经的观点 来影响出来 你就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只停在我们 个人跟神的关系 但是 信仰呢 是要活在每一个层面的 而且我们也跑不掉 今天每一个人 其实你在教会的时间 是很少的 除了我们做牧师的以外 有时候做牧师 也不是每天都要关在教会里面 问题是我们每天是 我们都生活在家庭里面 我们的都在受教育 我们都在工作 你怎么来活出 而且呢 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 就是刚才提到的 神给我们的文化的使命 这次战场 在这里决定了文化的圣服 长久以来因为教会退守了 所以你当然知道 今天谁掌控的这些 所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教会的功能呢 我个人觉得说教会呢 很多时候我们 都是内向的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就叫教会来 没错 很重要 我们今天你会做媒体的 教会需要做媒体的同工 但是 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 用圣经呢 来教导弟兄姐妹 在每一个领域里面 怎么用圣经的世界观 来活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能够出去呢 影响每一个领域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信仰赛 太多事情要做 太多事情要学了 这个每一个领域 我们就能够为神来做见证 从这本书给我的影响 不只是说 单单说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而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我们真正培养我们的mind 培养我们的心智 耶稣说 你要尽心 尽意爱主你的神 英文叫mind 很多时候呢 我们常常很 不care for这个mind 你看这句话 哇很powerful 丘记者说呢 未来的帝国将是思想的帝国 这个是他在跟哈佛大学毕业生说写的 那很可惜 教会呢 教会反而相反 这本书的作用说 基督徒的心智是什么呢 再也没有基督徒的心智的存在了 哇 基督徒的思想 已经屈服了世界 世俗的潮流 这种软弱的光景 麻木的心态 其程度在基督教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 大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讲 爱爱爱我们的主 这是heart 很重要 但是怎么在我们的心思上 我们也能够爱我们的主呢 大多数的基督徒宁可死 也不愿意思考 事实上 他们确实是死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受这个二元论的影响 我们以为心才是最重要的 mind是属于material 这是希腊的想法 哥林多前提 你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 我们的thinking要做大人 所以一种训练有数 见多识广 装备精良的心智 可以在由基督教的前提架构上 来处理世俗的议题 这今天我们太重要了 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怎么用基督徒的mind 来回应这个事情 他想看见有基督徒思想的家兴起 能够挑战时代的偏见 激动安逸之事 拦阻忙碌的实用主义者 对周围一切的事的根基发出质疑 并且不怕令人讨厌 我觉得这些话 这些书都在激发我的mind 要来学习 所以今天是书展 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 这是中古世纪的一个修道士 他所讲的 他说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 就像一座城堡 没有经介库 我们的图书馆 就是我们的经介库 弟兄姐妹 你有经介库吗 太多时候我们家里面 我们有的都是大萤幕的电视 对不对 现在又是Digital Age 很少人看书本 深圳能够来影响世界的 还是这个mind 所以鼓励大家 趁着这个书展 要添购你的军备 每一个家庭 你一定要一个经介库 这是我美兰经系院 神学院院长他的经介库 他整个家的地下室 那时候已经十几年前了 五万多本的藏书 都会邀请我们这些新的神学生 到他家去参访 他就站在门口来接待你 你如果在那里 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What ask? What question do you ask? 哇 你怎么问的跟我一样呢 我就真的问他说 你是不是每一本书都读了 那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yes 哇 我真的吓一跳 他说yes 而且那一本书 不是只有说基督教的书 我听说他从小 这个百科前书是从A读到Z的 不是拿来做这个reference 是A读到Z 然后到哪里呢 他一定带了一本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失去的 这种mind的训练 不要到哪里 你就拿个iPad iPhone在那里看 让我们的孩子呢 从小就带一本书 那些在等待的时间 在做什么时候 他就养成这个读书的习惯 因为有这个呢 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来打仗 所以他有个briefing 他每天在做报告新闻 然后来帮助我们 怎么用圣经的世界观 来看这些事情 保罗呢 在监牢的时候呢 他也叫提摩泰来看他的时候 要带什么来 带书来啊 不是带泡面来啊 所以你 我真的发现说 以前我们真的很少注意这些 要书要来 这个是一座很有名的学校 很贵的学校 叫Wardorf 全美国都有 特别这个是在硅谷 一年学费很贵的 然后他们的学校呢 没有电脑 没有电脑 而且也不鼓励在家里用电脑 所以他们是 real read on the desktop real desktop 那你知道都是谁 送孩子去这里的呢 都是ebay apple facebook 这些engineer 送他们的孩子来这种学校 那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很窃提 他说你可以选择避免 辩论有关争议的信仰问题 你只要随波逐流 你只要讲同样的事情 讲这些很安全的 让人家喜欢的 但是他说呢 那你就是在对空气讲道 哇 我们真的很需要 新的一批的基督徒 能有基督教新智这样的一个装备 能够对这个世代 回应这个世代的挑战 我们必须是敢于将基督教 从其堡垒心态和庇护点 去中解放出来的人 并再次将其成为创造 创物主对一切主权 有伟大生命系统的文化的力量 这是个充满契机的历史时刻 当教会忠于他的护照的时候 总是会引发文化的改变 当教会成为真正的教会 我们就能够把圣经的真理 活出来 能够让世人看见神的美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